各位好 11月25日我們看到CNN出了一份報道 這份報道是有關全球供應鏈的 它說全球供應鏈最新的頭尺是什麼呢 就是說中國有些船不見了 我們看到中國有什麼船不見了 運貨船其實很大價 有什麼可能說不見就不見了 其實如果我們詳細一點去看看 它就說中國一直到10月底的時間 其實船的數目就少了 這個數目是在一個資料庫裏面 這個叫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或者叫AIS 就是跟蹤全球的貨運系統 其實如果不見了 到底是因為什麼理由呢 甚至這個資訊是不是正確呢 小弟真的不知道 但是看到這個報道很有趣 它說這件事情 極有可能是跟中國 越來越封閉自己 將自己跟世界其他地方隔離開來 還有就是說 跟中國越來越擔心 受到外國的影響 對外國不信任 可能造成這樣 原則來說 就是說中國是主動 就不去報這些船在哪裏的 到底是真是假呢 其實說真的 老實說 我們看一看這個新聞 看一看它裡面所寫的東西 只不過一說到這個 有些資訊不正確 馬上第一件事 就說是中國的封閉 或者中國對世界其他地方 不信任影響 這樣這麼無斷的說法 大家一聽下去就知道 最遺憾就是這個 看上去是華人 她的名字叫Laura 似乎是一個普通話的拼音 姓何 她這個分析 絕對是小弟見過無斷的分析 她最明顯和最低劣的一個 就真的令到小弟忍不住想起 硬子 大家應該有聽過的 就是骨 御懷 變成子 其實 骨和子 現代人就知道 根本是兩個不同的植物來的 但是 古代硬子 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人 春秋的硬子 他就說 江南有骨 齊王使人取之 而樹之於江北 身不為骨 乃為子 所以賢者何 其土地史之賢也 齊人居齊不到 來之驚而到 得無土地史之賢虎 其實硬子說什麼呢 硬子就是去到楚國的時候 被楚王問 為什麼齊人去到他那裡 會造賊 硬子就說 江南有樹叫骨 就是我們所說是橙 齊王 齊王就把它 種在江北 怎知道生出來 就不是骨 就是子 其實是酸 和不能吃的 不過 其實是兩種植物來的 古人 不知道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土地 令到他這樣 所以說齊人 他為什麼在齊國 他不偷東西 來到去楚國偷東西 其實都是因為土地不好 其實真的想串人 回去被人串 其實他講這個成語 也都呢 我們可以套回到這裡 為什麼一個好好的華人 一幫CNN這個 美國的官方垃圾媒體 一做事的時候 馬上滿口大話 和武斷到不得了 其實這個相識也是受到土地影響 很重要的 其實他說中國越來越封閉自己 和越來越不相信海外其他的國家 到底是真是假 其實他25日寫這篇這樣的所謂分析文章 而正正在22日 我們已經看到習近平主席 習大大出席和主持 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 三十週年的紀念峰會 和正式宣布建立中國東盟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和東盟建立一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又如何和國際之間 是斬斷聯繫和孤立自己 那為什麼會有一篇這樣的文章出來呢 很簡單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全球供應鏈的吃緊 尤其是美國自己本土供應鏈出了很大的問題 其實美國人一貫的處理問題方法 不是解決問題 而是找一個代罪羔羊 其實小弟早前 有和大家分享過 郭舍姐姐的這段片 這首歌 其實它裏面也說得很清楚 就是爆疫情 搞不定 我不想跟你這樣做 那可以怎樣 不行 我要馬上找一個代罪羔羊 所以 就算是面對這個物流的問題 也都是用同一個理念 去解決它這個所謂問題 去所謂解決它這個國內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GOLO TIMES已經很快 11月26日已經作出回應了 就是說美國的媒體 其實現在是把全球供應鏈的問題 打算把責任轉移來中國 就是無故地也毫無根據地 就是說有些船隻的資訊方面 就是中方故意不提供的說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首先第一樣很無稽的 就是這個AISS系統 根本就不會有任何有關國安方面的問題 因為如果我們根據這裏所說 其實在一份仔細的文章裏面 CINN的報告 是說中國的船隻 在AISS系統裏面 提供資料 其實是少了接近九成的 即是在過往三個星期 10月底去到11月中的時間 就少了接近九成 那當然這件事情是CIN說的 它說的是不是真的這麼可信呢 相信大家都在過往我們的經歷都知道 其實這個媒體是大話多於什麼 基本上它和英國的卑鄙市 可以說是互相輝映 是國際媒體的兩顆明星 而這兩顆明星就是出名 非常之出名的明星 他們出名說謊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回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其實根本就是完全無稽的指控 因為AISS系統就是記錄船隻的一些資訊 例如它的速度和位置 但是其他真的敏感的資訊 包括什麼呢 包括到底在運動什麼船 船上面有什麼船員 這些真的比較有用的資訊 其實全部都不用報的 如果船隻的位置和速度 其實不需要AISS 我們根本就是看GPS 和看每一個海關的紀錄 其實都可以跟蹤到船隻 大概去到哪裡 所以完全不機密的東西 又為什麼會說 我們中國又怎麼會突然之間 說不提供這些資料呢 所以其實整件事 就可以看到一如過往 很多類似的故事一樣 全部是美國的媒體 自己關門 作出來的 其實如果我們看回 今時今日 全球供應鏈所發生的問題 他們現在想把責任轉過來中國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本身的責任 很大程度上在他們 其實小弟在這裡 就和大家仔細分析一下 現在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在《華爾街日報》的報道 就是說現在的供應鏈問題 就開始緩和了 其實《華爾街日報》 就非常的 他這樣說法 都可以說是相當貼近現實的 他說現在的船運 仍然會繼續延遲 其實因為 最主要是新冠肺炎 其實就影響了很多分銷點 所以這件事 影響全球的船運 但是不單止 我們也可以看到 另外一篇文章 這個是來自CNBC 他說全球 供應鏈的混亂 其實已經影響全球的增長 現在也可以看到 其實只會在未來的時間 可能會變得更差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最主要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新冠肺炎的問題 而新冠肺炎的爆發 實在是令到全球有很多工廠 甚至是一些 剛才提到的一些分銷店 其實都是因為 肺炎的理由 是要被關閉 而且也是因為 新冠肺炎 令到很多人 在經濟上會出現問題 很多人不出街 所以也會減低消費者的需求 和減低工業的活動 所以其實在一起 很多不同的理由 是導致全球的供應鏈出現問題 但是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有關貨櫃的供應 我們看一下The Conversation 它的報導 它說全球那些船運的貨櫃 是遭遇到一個短缺 其實我們看一下這一篇文章 這一篇文章 就是講到全球貨櫃的短缺 其實這件事情 不是今時今日才剛開始的 其實我們看看 現在全球可以說 接近有九成的貨物 其實是靠海運的運輸的 而在海運的運輸來說 大概有六成都是用貨櫃去運的 所以這個可以說 佔了全球貨物運輸的百分之五十四 我們把九成成0.6 百分之五十四 其實是用貨櫃去運輸的 其實在四月份的時間 已經是講到全球的貨櫃是短缺 短缺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貨運的船是少了 此其一 而另外一個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例如在美國 那樣說 因為那些貨物到了美國 以前那些空 那些疾的貨櫃 是會運回來亞洲的 但是因為美國的疫情爆發得太厲害了 所以有很多亞洲的貨櫃 就是因為新公肺炎 疫情所導致的限制 是沒有辦法被運回來亞洲 那所以呢 就是令到 這樣令到亞洲的貨櫃就短缺 大家都知道 剛才說過 全球的貨物運輸 有百分之五十四是靠貨櫃的 而且全球有很多的生產 其實是在亞洲這邊 尤其是中國在做的 那所以呢 如果亞洲的貨櫃不夠的話 自自然而 那些貨物就很難運到過去 供應鏈就會出問題了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 不單止是因為 一些疾的貨櫃運不到過去 而另外一方面 為什麼會造成全球供應鏈 出現這麼大的混亂 而且是令到貨櫃這麼短缺呢 這個海外供應鏈的 最主要的一個成因 就是因為現在有很多貨船 還在美國排隊 這是11月13日的報道 那其實呢 如果是看回這份 Bunberg彭博的報道 現在平均起來 每一艘船 大概要等17天 才可以在美國埋到岸 17天的時間 那其實呢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到有多少貨櫃船 現在呢 不知道在大西 應該是在太平洋 在太平洋呢 其實呢 就是在排隊 等著進入美國的 那如果要等17天的話呢 到底有多少條船 在海上面等著呢 這些船上面呢 全部都是裝滿貨的貨櫃 那所以呢 為什麼會導致一個 一個貨櫃的短缺 越來越見嚴重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些船 埋不到岸 射貨 那些吉貨櫃沒有辦法 清空出來 運回來亞洲 再去運貨過去 那其實呢 17天 到底有多少條船 我們不知道 那其實這個呢 相信呢 應該要找回一些 詳細一些資料 或者找到的 但是呢 我們起碼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每一條船 大概可以運到 多少貨櫃呢 一條船上面 有多少貨櫃在那裡呢 其實如果我們看看 貨櫃船的照片呢 看到那些貨櫃真是密麻麻填滿了 我們呢 看看一些詳細的資料 原來呢 一條船 最大的船呢 可以裝到 14500個貨櫃 這個叫TEU 即是說 20呎櫃 那有些呢 如果大家 跟小黎差不多 背景的 都是做貿易 或者做船運的話呢 其實都會知道呢 我們的貨櫃呢 最普通的 20呎 40呎 45呎 以及一些叫做凍櫃 那如果是看回呢 只是20呎 還是40呎 這些比較常見的貨櫃呢 那 一個40呎貨櫃 是等於兩個20呎貨櫃的 那如果以20呎貨櫃的 裝貨量呢 其實一條最大的船呢 可以裝到14500隻 20呎貨櫃 那其他呢 我們見到呢 那些船有很多不同級數的 那大致上來講呢 我們見到 真的行軟洋的船呢 起碼都可以裝到 一萬個貨櫃以上的了 那我們不要當它裝到這麼悶 我們當它裝一萬個貨櫃 那其實呢 全球現在總共有幾多個貨櫃呢 又是根據一些船運公司的資料 我們可以見到呢 全球有的貨櫃呢 大概是2300萬 去到3850萬 過20呎貨櫃的 那其實呢 2000多萬 如果每條船呢 是一萬個貨櫃的話呢 其實只不過呢 2000多條船 其實已經可以裝滿了貨櫃 是用盡了全球的貨櫃 那現在到底有多少船在太平洋那裏 是因為美國它自己內部的供應鏈的問題 是沒有辦法射到貨 沒有辦法清空到貨櫃呢 那其實我們計一計條數呢 起碼大大話話 都最少有幾十萬 甚至幾百萬個貨櫃 現在呢 就積了在美國的門口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如果這樣看法的話呢 真是看到呢 美國自己的問題 又一次影響到全世界了 它呢 又是響說呢 因為自己搞不定 令到全世界的貨櫃供應 越來越見緊張 影響到全球的供應鏈 都含入混亂 但是呢 結果它又是呢 千方百計 在想著 找待罪高揚 來幫它背了這一隻鑊去 那其實一個這樣的國家 它永遠不懂得去處理問題 只是懂得呢 出口術 四圍找人去背鑊 那這個國家到底有沒有前景呢 其實大家有目共睹了 小弟身邊呢 竟然有些人呢 竟然覺得呢 美國很強 那如果大家身邊都有這些傻人的話呢 將小弟這條片呢 分享給他們 讓他們知道呢 現在到底呢 這個這樣的國家 是怎樣處理它現在面對的問題 已經不是靠解決問題 而是靠出口術了 好 講小弟這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請大家幫忙點讚留言和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